大家好,我是学良 上次介绍过Barrons Original这个品牌 这一次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它今年最受瞩目的Rotary 转值引擎腕表 这支表入围的2020年GPSG日内瓦 钟表大赏的Challenge Watch Prize 最佳挑战奖 也就是定价在4000锐郎以下的腕表 最后这个奖项被帝多Blade Bay58拿下 没办法,帝多的名气大 这款Rotary能够入围 就已经非常值得肯定了 事实上我手上这一支Rotary 已经带了将近一个月 影片最后我再讲一下日常佩戴心得 那么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 什么叫做Rotary Engine转值引擎 这项技术由德国工程师Felix Wanko 于1950年代所发明 有别于一般的活塞式引擎 它采用了名为洛勒三角形的转子 在八字型的燃烧式里面运转 借此控制燃料的压缩和排放 传统四行程的往复式活塞引擎 转两圈各气缸才完成一次进气压缩 点火和排气的过程 而转值引擎只要转一圈 便有三次进气压缩点火和排气 因此转值引擎只要踩一下油门 就可以达到高转速和高输出 具有体积小低震动等优点 但是它的油耗大 燃烧不完全 也是难以克服的致命伤 转值引擎的专利技术 从1960年代被日本车厂马自达买下 半世纪以来推出过不少野兽级的名车 例如经典的RX7 只要有看过头文字滴的朋友 应该都会印象深刻 而这一款Rotary One表 便是将转值引擎最具代表性的 热络三角形转值 拿来作为显示时间的指标 面盘左侧可以看到 从下而上 顺时针排列显示的12个小时 而面盘右侧则是从上而下 同样顺时针显示60分钟 两组三角转值偏心转动 但是刚好没转三分之一圈 便能走完一个时间周期 时间指示的方式非常的巧妙 它的龙头拉开到第一段 顺时针旋转 可以调校9点钟位置的日期视窗 龙头拉到第二段 则是可以前后调校分钟带动小时 转动起来的感觉真的非常特别 完全就像是把转值引擎 搬到手腕上一样 为而能够极大化地展现出机械细节 这款Rotary One表 同样是采用了Barrons Original 招牌的金鱼钢式图面表镜 有整片蓝宝石水晶去切削出拱形弧面 制作难度自然是比一般平面式的表镜来得更高 而且如果对照一下之前Barrons推出的其他表款 你会发现这次Rotary的弧形曲线 修饰的更加圆润 不管从任何角度都能360度无死角的欣赏到三角转子运行的律动轨迹 都做了非常醒目的夜光 不但容易阅读 鲜明夜光的对比反差 也增加了科幻风格的戏剧张力 翻到表背可以欣赏到它的自动上链机芯 它是以ETA 2824为基础 加装了Barrons自家研发的改装模组 比起之前品牌旗下其他表款采用的MIOTA机芯 整体的规格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 这一点也可看出品牌向高阶发展的企图芯 更特别的是它的自动盘也改成了三角转子的造型 偏心设计随着手腕摇摆 同样也会旋转 为发条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不锈钢表壳直径42毫米 表壳连表镜的厚度大概是14毫米 表尔间距21.5毫米 上下表尔的距离大概是50毫米 整体重量连表带大概是86.5克 以日常佩戴来说也算是蛮轻的 它的皮表带也做得不错 中央微微凸起整个非常的厚实 甚至连表扣的侧面也做了镂空 细节看起来很有设计感 佩戴起来也非常的舒适 最后要看一下它的表盒 一个是日常方便携带的收纳盒 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说 这个表盒实在是太有诚意了 光是表盒本身就是个很棒的收藏品 整个表盒完全是由金属铸造而成 质感和分量都非常的惊人 最特别的是它的表盒上盖 整个就像是一枚转子引擎的概念模型 而且它的三角转子也可以用手去转动 光是这个三角转子我就可以玩一整天 而且它的重量真的很夸张 整整超过一公斤 脚被砸到真的会很痛的那种 把玩时请多加小心 只要轻轻按压一下表盒前面的按钮 表盖就会弹开 这种收纳方式真的很有趣 连表盒都呼应到转子引擎的设计 只能再说一次它真的是太有诚意了 最后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佩戴心得 一开始阅读时间真的很不习惯 因为小时和分钟的刻度太密集 需要花一点时间和它熟悉一下才能看得清楚时间 另外三角转子自动盘的上链效率 也比一般半圆形自动盘来得低 大部分情况下我都会在佩戴前先手动上链 顺便调一下时间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种表真的不是给你看时间用的 它卖的是机械设计 是创意概念 是与众不同的前卫风格 定价大概台币12万左右 如果是瑞士独立制表师品牌来做的话 价格起码后面再多一个零 最近我带这支表出门 每次都会听到表友们的赞叹声 你就知道这种表其实都是带一个爽字 如果真的想看时间的话 还是看手机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